健康2.0 凱云培你守护全家再升级 我们从小就听到病从口入 真的有一些疾病 尤其癌症真的跟你吃进去的东西 大有关联了 那么台湾呢 致死率的第一名就是癌症 已经连续三十几年都是这样 发生率最高 你每一年都会听到 在这几年都是大肠癌 除了是台湾的第一名之外呢 2016年大肠直上外科 他们发现台湾的大肠癌发生率 居然是全世界的第一名呢 为什么我们的饮食习惯 出了什么问题 为什么会到世界第一 那么其实最近也让人觉得好可惜 金马奖的得主朱柯峰 他其实才53岁 也是大肠癌过失 对 如果大家有印象 他其实是2021年 也就是去年的最佳动作设计的得主 当时得奖的电影是周杰伦 监制的叱咤风云 那朱柯峰最擅长的 就是那种飞车特技 因为他失诚 大家可能知道小黑磕瘦了 对 那其实他说他是怎么发现的呢 他其实2018年 他在厦门拍戏的时候 他就发现他那个时候 常常会莫名其妙 肚子很痛 那肚子很痛呢 大家你也是知道 在外拍戏不片 大概就是黑药丸 一个真录丸 吞下去稍微止一下痛 可是雖然临时可以止痛 可是他发现他那种肛门血便 还有那个拉血便的状况 都没有办法缓解 所以最后他就回台湾检查 检查的时候他在2020年 他自己个人的脸书有分享说 事实上当时的情形 医生跟他讲 你这个是第四期了 而且你会再晚 已经是大肠还第四期了 他说你再晚 上次塞得更严重 你可能血便不是从下面拉出来 你可能是从上面喷出来 从嘴巴吐出来 对 就是非常严重了 所以他也就开始积极地接受治疗 从2018年一路接受 已经三四年的时间 不过没有想到就是 四年大概做六次化掉 可是最后一次 他其实在医院里面 他有讲说 因为已经足足出院一个月 家户病房也是半个多月 他就自己写说 他其实真的想回家陪家人了 也就是在今年就 只有53岁就不幸过世了 对 在10月的时候 就这样子离开 而且你可以想象53岁 其实他身体状况 应该是很好的 才可以做这么多的动作戏 我要问一下张医师 他的每天腹痛还有拉斜变 医师告诉他 再晚会从嘴巴吐出来 真的会这样 我想他指的是说 如果说已经完全阻塞了之后 那塞住之后就往上击 所以他到时候 真的是可能会吐出来 好 我们从这张图来看好了 那么以朱丰科他的状况 可能是哪里出状况 还有我们的肠子这么长 你看像是升节肠 横节肠 降节肠跟直肠等等 他塞在不同地方 或者说不一样地方 长癌症 症状不一样 对 其实每个位置都不一样 但是大部分大肠癌 可能一开始 并没有什么特殊症状 但是如果说 譬如说你塞在右边的话 他一开始 因为我们小肠里面的一些 就是排泄出来 其实还都是水水的 所以有时候已经塞住 蛮严重 还都过了去 所以这边的症状 大概只是负胀 负痛 贫血 来表现 所以会到很痛吗 还是有点胀胀 有时候真的完全塞住的时候 真的会蛮痛的 是吃东西才痛 不一定 有时候肿瘤 塞住的时候 他有时候会套跌或什么 就是会有症状 那如果说到左边的时候 那已经比较靠近我们这个职场 有时候甚至就可以看出一些血便 然后就是负痛这些还可能有 那到职场的话 甚至他有时候会觉得排便都不干净 然后甚至鲜血便 那这边如果是右边的大肠的话 有时候他跟大背一混合 你反而不容易发现他鲜血 但职场的话 大概很早就可以发现说他有鲜血 所以以朱先生他可能会不会说 他是比较后面这一段 所以他已经有血便的情况 好 那怎么分 因为他当时也想说 就是底层 因为有痔瘡的人 十个人有九个有痔瘡 那当然有的人会比较严重去拉血便 那个怎么分 这些症状之外还有哪些特点吗 还有特点就是说 第一个当然就是家族食 还有他本身的饮食 那另外的话就是像痔瘡的话 其实痔瘡有分内治跟外治 有些人洗澡的时候自己摸 有时候就可以摸到自己有外治了 可是大肠癌的话 直肠癌到肛门癌可能摸得到 可是里面的你是摸不到的 那除此之外就是 如果是痔瘡的话 可能我们要从大便的这个形态来看 怎么说 你大便你痔瘡 大便比较硬的时候 那可能就是破裂 然后就出去了 那这个中间过去之后 然后破掉了痔瘡 然后之后会流血 那如果是 但是大便如果说 搬开之后里面都是大便 它血不会跟它混在一起 你说痔瘡的话 血跟便便是分开的 对 就是分开 它可能就是变出来之后 然后血才跟得出来 然后可能是用低的 可是如果说是在 已经到癌症的话 它出血 它其实跟在胰壮结养 储存的这些大便 其实混在一起 混在一起 所以出来之后看 它都是两个混在一起 那这个就比较危险一点 好 所以张医师提醒大家 如果是分开的 反而比较不用担心 因为跟痔瘡比较有关 混在一起都已经分不清了 你农我农的 这就非常麻烦了 新妹 为什么台湾 在2016年 居然大肠癌的发生率 是世界低 你说饮食西化 西方人比我们更西化 其实我觉得 还要特别留意一件事情 是我觉得它的年龄层 跟我们过去想象的不太一样 我先引用一下 我们的卫生署 针对几种癌症的 一个免费筛检的年龄 比如说我们的乳房的检查 大概是40到45岁 子宫紧抹片 口腔癌检查是30岁 也就是说在这个年龄层以上 可能就开始会罹患癌症 所以我们政府才介入检查 其实大肠癌介入的时间 是50到75岁 什么意思呢 它在很多癌症相比 它的年龄层 似乎在我们以前的教育里头也是 它随着年龄上升 风险上升 确实是如此 那我印象非常深 是我在10年前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实习医生 那我们就会跟着一个 叫这个主任 然后坐在后面 一排在坐在那里 替他这个看诊 其实就有一个男生进来 那个男生大概就是30岁 不到40岁 他接下来的时候就是很焦虑说 他肚子痛 排便习惯异常 体重减轻 他口中的内容 其实暗示说 他担心自己是大肠癌 那时候这个医生念完之后 那是10年前多的事情 看完诊之后出去 也排了一些检查 但是他转过头来 很信心满满的跟我说 这也不可能是大肠癌 他说因为这个年龄太年轻了 所以当时的概念是 大肠癌 只有年纪比较大的人会得 相对下风险高 甚至这样子的年龄层 这样的状态 在那个时候医生他判断 这个很低很低的机会 有可能得 但是我们试过不到10年的时间 回来看现在的状态 我自己手上就有好几个病人 其实30到40岁之间 他就罹患大伤癌 我先讲一个 他是一个很像是工程师 因为他们的公司 都会定期帮他做检查 但他其实刚好就遇到疫情 疫情期间 因为疫情大家都不敢到医院 所以当疫情结束之后 他才拿着检检报告来找我 换言之这份检检报告 大约是一年多前的检查报告 那他来找我的时候 他就说 他其实不知道这个要看什么医生 他就把报告递给我 整份报告一看 就有一个一行字 完全落入我的眼中 一看我心大概就凉了 是什么呢 血红素 我们正常的这个男性的血红素 比女生高 男生大概13以上 14也都算正常 他只有9 其实相对下 你就知道他有一点贫血 我就会问他 因为他们都会那种 前面的检查报告 跟他前面的相比 前面是正常 这次掉这么多 这个感觉一定有问题 那时候我怕 我的表现会让他担心 我就快速的赶快翻 他有没有验 分辨且血检查 分辨且血检查 四个阳性 也就是最多的 血液中有看到高量的血 所以有可能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 在这一边的 有可能 对 就是你眼睛看不到 那个血的颜色 可是他其实是混在 分辨里头 对 所以那时候 我其实看完之后 是很担心的 我第一个先问他 为什么这么晚才来看 因为他说其实 他觉得不可能有问题 他那么年轻 三十几岁而已 后来他其实也知道 有点状况 我们就去了肠胃科 最后这个病人 其实是被诊断 大肠癌第三期 那我另一个病人 他是医疗人员 那其实因为他的生活 是比较享乐的 所以他就常常会去 吃一些大餐 吃好吃的 但是他也很重视健康 他每一年都会 做健康检查 他就相对比较警觉 虽然年纪是三十几岁 因为他的饮食相对下 比较高一些 这个丰盛的油脂的食物 他在我一年的时候 健康发现 这健康报告里头 血红素少了1 其实少了1 有些人是会观察 不管他的 但他就觉得奇怪 他每年都差不多 怎么这一年会往下掉 他也觉得今年比较疲倦 因此去看诊 他那个时候比较幸运 虽然是大肠癌第二期 但是这个整个治疗 都算是比较顺利 所以其实我们真的 不可会的事 我觉得医疗 虽然我们过去 有一段教育 但是随着我们医疗在进步 疾病也在进步 它可能被我们的饮食 被我们的生活 被我们的节奏 被我们的压力 给提早发生了 所以我觉得 以前我们都会认为 大肠癌是个老年 才要注意的疾病 其实我觉得年轻人 也小心 可能你也会得上这个病 好 所以两个警讯 如果你健检当中 这些都不用照 什么精密检查的 第一 你的血红素掉了 而且掉的蛮多的 代表你的血液 其实可能不管是 大变前血 或者是血变出来 代表你血红素 血液是有排出来的 第二个部分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大变前血检查 这两个指标 加在一起的话 就要去做 进一步的检查了 那淑慧老师 为什么台湾第一 就是这个饮食习惯上 以你的观察 到底我们出了什么问题 我想近年来 我们的生活饮食 都越来越精致化 包括烧烤 油炸 还有个台湾全面性 手摇杯饮料 手摇饮料 真的 真的 几乎很多 特别是越年轻的人 大概每天 我会一直在想说 因为我做盐济节 我们整套节都是饮料店 就会发现 为什么他们的 这些商店 都可以开得下来 可见的 饮用的人 就是真的很多 那因为这些 过多的糖分 其实它就是很有 很可能造成 我们身体自由基的来源 那还有另外一个 手摇饮料店里面 用的糖 是所谓的果糖 那你知道吗 高果糖 玉米糖 这样的果糖 进我们的身体 其实它不会 让你的血糖上升 也就是说 它不会让你的 保时中枢得到满足 所以你会发觉 喝手摇饮料的人 他可以再吃一个便当 他也OK 他可以吃得下去 或者再吃个炸鸡 对 就为什么 因为这些 所谓的高果糖 事实上 它不会让你的热量 去产生控制 不会去控制你的热量 所以很无形中 你就是肥胖 肥胖下来就是 可能癌症的发生 那也一方面 因为这些手摇饮料 相对的 让你面对另外一个问题 你的膳食纤维 吃得不够多 也就是说 台湾人 现在的饮食是这样 我们有饮食西化 吃汉堡 喝可乐的问题 我们还有自己本身的 我们喜欢吃油炸的 然后喜欢吃腌制烧烤的 以及手摇饮料链 太多的问题 这些加在一起 就让我们 发生率特别高 这也是大家要注意 就像于远奇好了 他真的很年轻 发现 然后积极治疗 就这样走了 那到底我们生活当中 要加哪些东西 才可以把好的东西进来 然后我们生活中的 坏东西排出去 对 所以就是要跟大家提醒 其实有一样东西 对我们来讲 预防大肠脂肪 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个东西叫做膳食纤维 膳食纤维 听了很多 是 膳食纤维对我们来讲 当然第一个就是 因为它本身是 不因为有热量 所以基本上 帮我们管控体重 是一个好处 第二个 因为它就是会占空间 所以它会挡住你的油脂 挡住你的糖分的吸收 所以降血脂 降血糖 是有它的功效 第三个 可溶性纤维是 我们的身体 好菌的食物来源 它会帮你养菌 但我们的肠道菌相 是健康的 其实肠道功能是正常的 所以加加种种 我们后来就会发觉 膳食纤维事实上 是可以防癌的 特别是大肠直肠癌 对 但是问题是 你要吃到多少 对啊 才有那个功效 我们现在2.0十几年 讲膳食纤维 也讲了上百遍 所以你今天要告诉大家 我们到底怎么落实 对 一般来讲 我们的事实上 我们都已经告诉你说 很简单 你每天要吃到 20到35公克的膳食纤维 但是 20到35 多少量的食物出来 那一般来讲 我们会建议蔬菜的部分是 每天至少3到5份 一份是半碗的量 好 那为什么会有3到5 因为3是小孩 4是女生 5是男生 我们就这样子分 那水果一天是2份到4份 就2 3 4 小孩2 女生3 男生就是4 水果 那水果一份是多少 一个拳头档 好 可是这样子加种下来 老师说 你还不会到20到35公克 那你必须要再加什么 你必须要再加 另外的所谓的颧骨类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你的 一般的米饭的里面的量 有三分之一是吃颧骨 好 就是像我现在前面讲的地瓜 它就属于颧骨类 我想我们的那个手版上面也有 我们特别是从资料库里面去抓出来 像燕麦 对 红梨麦 黄地豆 玉米 南瓜 地瓜 都是排行在前面的 高膳食纤维的颧骨 那我们就会建议 你在日常生活你把它放到米饭里面来 就比如我们就是偶尔我们就吃一点燕麦饭 地瓜饭 可以是这样子 你就很容易达到20到35公克的那个膳食纤维量 那你在做预防 甚至事实上我们对已经就是治疗完毕的 所谓大肠治癌的患者 我们都会这样要求 你还是必须把圈骨的根筋类的食物放进来 这样你才能够达到膳食纤维是主量的 好 所以像地瓜 当然我们到便利商店一下有烤地瓜 苏惟老师你教大家一个 就是小朋友喜欢吃薯条 那你说地瓜条怎么做 它跟薯条一样好吃啊 对 因为一般来讲 因为你烤地瓜本身温度是高的 然后一般来讲 阿嬷在家里通常是蒸地瓜比较多 可是地瓜比较软 小朋友就不爱吃蒸地瓜 所以我通常会说你可以善用一些气炸锅 你可以把地瓜薯条 就是现在薯条状态之后 你先用蒸的半熟的时候 然后再进气炸锅 缩短那个烘烤的时间 就是说你烘烤的时间是缩短的 但是小朋友一样可以吃到脆皮的地瓜 那你上面再撒一点 七味粉啊或者是酸梅粉啊 其实都OK的 OK 大家可以把它学起来 广告之后来看 其实嘴馋的时候 吃什么很重要 像刚刚提到 地瓜薯条就是一个选择 为什么居然台湾有20%的人 你会不会觉得很贪嘴 可能你就贪吃基因哦 而且呢 那么贪吃哪一些 对于你来讲 大肠癌的风险还特别高 马上回来 喜欢健康2.0吗 一定是非常喜欢的吧 那么请大家在健康2.0的YouTube上面 订阅 按赞 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我们随时有最新的健康信息 你就可以接收到咯